好,來到第二節的向左網, 其實長谷可不可以講一下, 其實本身社民人, 你講開它的內部制度, 其實你們的恩選機制是怎樣的? 其實沒有恩選的, 就這樣報名而已, 其實很大部份的人都是不太了解, 不太懂得, 什麼民主, 大家在那裡拉票, 甚至去到黨外拉票, 有些人就說, 你黨主席和兩個主席都支持任良憲, 不民主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他們兩個人支持任良憲的話, 其他人不支持他們都要付出政治代價, 很簡單, 其實大家都在講一個問題, 就是不是民主, 而是說在一個草創組織的時候, 由於人脈或者在創立黨裏面, 某些人的權威, 如何影響黨的問題, 這個問題一定要由整個黨的, 民主機制的建設和政治的發展去解決, 例如如果你討論兩個候選人, 討論誰選到誰選不到, 那個水平仍然這麼低, 好像這位王一行, 他是用人的角度去考慮的時候, 當然他有一定的道理, 但其實跟一個政治組織不是太有關係, 可以這樣講, 譬如你這個社民連要解決一個年輕人問題, 到底有沒有一個青年團或者青年社民連, 讓他們自己可以有自己獨立的運作呢, 這個當然是要解決的, 如果你講說年輕人和年紀老了的人之間, 他中間的關係是怎樣呢, 如果你有一個青年團可能比較好些, 你解決這個問題, 是一個所謂青年社民連, 這個當然是要我們慢慢去解決, 所以其實我有時都覺得, 社民連的建設是很難, 當我們說我們有機會每區一席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想回怎樣建設我們自己的政黨。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社民連在建設的黨外機制上, 其實都受到一定的困難。 是, 因為你香港的政黨, 循力、財力、物力都不太足, 而且你社會民主連線, 我都講過它由社會行動大動的組織的時候, 進來的人, 它是更多認同社會民連的社會行動 或者政治抗爭的方面, 它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不是很熟悉, 這當然是, 好像我和毓民那些比較年長的人的責任, 如果你不是用這個角度去解決問題, 你很難解決問題, 因為誰好, 誰人不好, 誰人性格好些, 誰人性格不好些, 其實是很難比較, 橙和蘋果比是沒有意思, 如果你有了黨綱, 以及我們制定一個明確的策略的時候, 誰能夠根據黨綱去制定一個好的策略, 並且有能力去執行的時候, 當然選舉的成熟很多,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香港政黨生存的問題, 就是政黨的內部輪替, 或者候選人的輪替問題, 你覺得你們社民連將來輪替的速度會怎樣? 我覺得其實不是, 社民連本身能不能夠解決兩個問題, 就是政治和綱領, 政治綱領和理論基礎的問題, 當然是很難解決我們以後的問題, 輪替有甚麼意思呢? 當然輪替的制度好, 譬如有限任制, 但其實那些人憑甚麼去選擇那些, 即他用甚麼準則去選擇那些所謂領導, 即委任領導的人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還是沉溺於說, 我跟誰朋友,誰不朋友, 我喜歡不喜歡他, 那就沒有意思的, 沒有意思的, 當然這些因素, 永遠在有人類的社會都有, 但最重要的政治組織, 就是它的綱領, 理論,實踐,策略。 依你所言, 其實可能有策略整工是重要的? 容易解決這些問題, 即是踢球而已, 你都不知道踢球踢甚麼的時候, 你出哪個人, 你怎知道, 譬如找手突擊, 前鋒便找些快些的前鋒, 如果你打算是強攻, 便出個高大中鋒, 如果你打算攻攻, 如果不得要有軟射, 便找兩個有軟射腳頭的打中場, 很簡單的道理, 你就這樣說, 誰應該打哪場球是沒有意思的, 政黨其實是一樣, 政黨就是集合一班, 為了政綱去做事, 完成那個政綱目標的人, 在中間其實, 在某個程度講, 不提你選擇, 朋友可以選擇, 我講很多次, 朋友當然可以選擇, 同志或者一個黨員, 沒有選擇, 他喜歡那個, 他都肯為了綱領去奮鬥, 你喜歡不喜歡他, 他都加入了, 朋友就說, 我不喜歡你, 我何必跟你做朋友, 其實香港人其實不太明白, 這幾個關係, 譬如甚麼叫朋友, 甚麼叫相識, 甚麼叫同志, 甚麼叫同事, 分不清楚, 所以香港人出來, 是我的朋友, 那就搞出事了, 因為如果你說朋友, 很多人都覺得, 你相信他才是朋友, 其實很多就是根本都不斷意, 維維維都說是朋友都有, 即是怎樣釐清這些角度, 即是等於現在, 即是資源會有很多人, 今晚我都開資源會, 你喜歡口不喜歡口, 如果你覺得資源會還在五大綱領之下, 還可以做到事, 你當然會參加, 很簡單, 你不用喜歡某個人, 當然這些因素, 個人的因素, 風格的因素, 喜好因素是會存在, 但你怎樣減到最低呢, 其實就是, 政策政綱, 理論, 組織, 組織, 就是這些, 你講到組織, 其實都有黨員提出, 關於組織的問題, 他形容社民連組織工作, 有時連學生旅行都不如, 譬如去大型遊行的時候, 可能社民連狗冊隊都沒有, 校務員大會又連鏡頭都沒有, 你們又怎樣看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他講甚麼, 這裏, 這裏, 我不止一次, 一再跟同事會員說, 社民連做起, 做些工作, 有時連學生旅行也不如, 且舉一例子, 像今年元旦大人, 者和大人的活動, 社民連居然連糾冊隊也沒有, 以致部分幫忙, 他值回的群眾, 要自己, 到自己要離開時, 也不知, 值回教還給誰, 類似的例子, 不是第一次, 能夠想像開會員大會, 連安排人手進行, 拍攝陸上都會留掉嗎? 難怪, 主席在台上都搖頭探飾, 這當然是, 很多初生的組織都會有的東西, 抖冊隊, 如果你說抖冊隊, 當然你是要知道遊行的人數有多少, 你才能跑去抖冊隊, 可能抖冊隊不是難, 而是抖冊隊的權威和抖冊隊做甚麼才行, 在這些問題上, 當然是和其他已經很有組織的, 已經有了很久的經驗的組織不同, 其實好像這位朋友這樣說, 其實他也不知抖冊隊是甚麼, 抖冊隊不是收回直翻的, 要是抖冊隊收回直翻的, 抖冊隊就是按人手比例去令到那個遊行, 能夠在一個社民園可以 即是貫徹到社民的主張 表達到他的意見 以及防止外奸有人去干擾破壞衝擊的一個隊員 今節長毛回應了一些黨外矛盾 以及一些社民聯組織的問題 我們下一節會再講其他題目